妈妈正要从阳台出来 却突然两腿一软会倒在地 紧接着一只白色金巴出现 直奔沙发最外侧的男生就咬 所有人瞬间跳上高处 才勉强躲过了狗嘴攻击 唯独倒霉的妈妈瘫坐在地 旁边还灵星落了几滴血迹 这条狗今年8岁 严格来讲是女儿养的 可同住一个屋檐下 八年来妈妈摸她的次数却屈之可数 因为这家伙脾气异常暴躁 天天看谁都不顺眼 节目组第一次预录时 大门刚开狗头就挤了出来 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拜托女主人控制一下 没想对方因为害怕被咬 直接抓着狗尾巴往后硬拖 离谱的是金巴还真就没有反应 仿佛尾巴已经独立于身体没了知觉 她甚至还有力气小小加速 抢走了导演手里的采访资料 一直在玄关僵持不是办法 女主人只能蹲下试图把狗抱回客厅 结果才刚伸手就差点被咬 最终她还是弯腰慢慢后退 抓着尾巴才将狗关回阳台 对待自家人都是这样 在陌生人面前狗会更加嚣张 由于女儿白天要上班 所以金巴还是和妈妈的相处时间更长 也因此苦了她身边那几个老姐妹 只要客人上门 狗是必定得关起来的 但过程中难免进进出出拿东西 虽然她已经尽量把门缩缩到最小 可金巴总能钻各种空子跑掉 而躲在正对面的摄像师成为了第一目标 好在前边隔着玻璃没能咬到 等狗狗再跑回去攻击其他客人 两位阿姨早就站到椅子上面 抱着手脚躲得老远 生怕稍微放松就会被咬上一口 屋里三人吓得够呛 金巴的表情却毫无悔过之意 甚至于发泄完怒气看起来更开心了 先前客人进门她一直在吵 这会儿却老老实实趴着异常安静 偶尔还伸出舌头甜甜玻璃 仿佛刚才咬人的不是自己一样 可惜不管金巴冷不冷静 两位客人都不想待了 大家匆匆告别后又只剩下了妈妈和小狗 这回她把阳台门打开 金巴迅速跑去玄关检查了一圈 确定客人已经离开才回归平静 因为金巴对陌生人攻击性极强 所以妈妈平常也很少招人回来 但要独自面对这条狗 她心里是又爱又怕 八年里她无数次想摸摸金巴 可对方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主人 普通的坐下指令要重复六七次才会执行 即便妈妈鼓足勇气摸摸脑袋 也说不准哪下就会突然被咬 明明只是很轻地顺了顺狗毛 对方却瞬间翻脸连咬她两口 一下在右手 一下在右脚 疼得妈妈在沙发上直打滚 缓过神来又抄起拖鞋想打 但最终没有舍得只是把狗关回了阳台 随后才翻出药膏处理伤口 临近中午家里正在吃饭 谁都没空搭理狗就放她遛了一会 结果这么短短十几分钟 金巴不知从哪吊了快失离架 妈妈担心她咬坏包装吞进肚子 就趴到地上想把巧克力抢走 可问题是她不敢赤手空拳地抢 只能拿了个拖把圆圆的桶 然后一路追赶着从餐厅到卧室 最终成功激怒小狗又被咬了一口 等到傍晚女儿下班 当进门就替妈妈好一通抱怨 她赶紧蹲下看了看脚踝的伤口 随后冲进阳台抓起狗就准备教训 而在主人的威慑下 金巴总算流露出了那么一点害怕 不过虽然面上气得要命 可实际上女主人也有点心疼 她说狗狗的性格转变 很可能是跟生病有关 大概两个月左右 金巴在家里玩耍时碰掉了百件 东西不巧砸在腿上养了很久 差不多一岁又出现了腰间盘问题 当时几乎瘫痪战都站不起来 等到后面调养好了 狗的性格也开始越来越恶劣 家里除了她谁都不敢摸 外人上门更是嫌弃得要命 而且狗狗情绪激动的时候 连她这个主人都没法上手只能拽尾巴控制 所以这次给江迅犬师写申请 就是想知道金巴还有没有变好的可能 不说多么亲人 起码别像现在这样招人讨厌 收到申请后 江迅犬师隔天一早就赶了过来 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她在进门前也受到了金巴的刁难 但和工作人员不同的是 她第一时间注意到抓尾巴的动作 并且询问了原因 当得知对方是害怕挨咬才这样 训犬师立刻说不用抓了 她自己会用公文包挡住 神奇的是女主人松手那一刻 金巴居然不叫了 只是咬着尾巴闻味道 一直等训犬师进入客厅 狗都没有再咆哮过 为了进一步找出问题原因 她坐下和母女俩一起看预录视频 而首先播放的就是上次节目组过来 金巴在门口冲着大家咆哮 随后被抓住尾巴拖走的片段 同样身为狗主人 她可以理解担心被咬的害怕 可作为训犬师她要说 抓尾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控制手段 如果一直以来女主人都是这么干的 那她有80%的把握断定 狗狗讨厌陌生人这件事和主人脱不了干系 就在训犬师讲话的同时 女主人下意识伸出左手摸狗 却又一次被强制叫停了 她说看预录视频中很多零散画面 都是金巴正在睡觉 却被主人摸醒 白天有事没事掏出纸巾擦擦眼泪 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主人不自觉去做的 可实际上对于狗狗却是一种煎熬 对方先前明明提到过小狗身体不好 腰椎腿骨都有不同程度的痛症 很容易哪下摸不好就会难受 而难受的下意识反应就是咬人 也许金巴面对最喜欢的女主可以忍耐 但在没那么喜欢的妈妈面前 她的压力跟脾气一定会更大 拿几位阿姨来做客的画面举个例子 当时满屋人慌忙逃跑 有的踩凳子 有的上桌子 妈妈更是被吓得差一点痒过去 最后推着小板凳到处追狗 还有金巴出逃那段 她的尖叫声楼上大概都能听到 所有这些行为 都是激化狗狗兴奋度的元凶 而女主人回家后抓着金巴教训那段 更是将这场闹剧推向了高潮 因为相隔那么久 狗狗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也不明白最爱的监护人 为什么突然间翻脸 所以在金巴眼里 就是自己平白无故受到了攻击 考虑到小狗已经八岁了 母女俩也安慰了 按照错误方法教育了很多年 所以训犬师决定不急于训练 先让女主人看懂金巴的肢体语言 她回到玄关站着不动 结果小狗也跟着站在那里没动 如果按以往发展 现在狗狗大概率在咆哮才对 可她只是看几眼训犬师 再回头望一望女主人 有些不安也有点奇怪 而小狗之所以这样 最大原因在于主客双方态度的变化 先前客人因为害怕 总是急匆匆地离开 看都不看这条狗 主人也因为担心来客受伤 会在金巴追上去的同时迅速跟上 但现在屋里所有人情绪都很平稳 这就导致狗狗懵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可能确实有些害怕面前的陌生人 可对方又没跑没逃 就站在那里让自己闻味道 所以要让狗保持冷静 主人得先平复好心情 女主人在这里 不过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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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会 然后保护者们 先去那边 就去那边 你先去那边 再来那边 哦 啊 久不见了 啊 久不见了 保护者们会让我 再来抓住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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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稍微 再来回来 我将来 我将来 疯狗 讲解过练习要点 训犬师退到外面重新按铃 而从小狗听见铃声的反应来看 他并不是天生敏感的性格 只是跑在前面等待主人 而这次大门敞开后 没有抓尾巴 没有吵闹声 一切都很平静 所以小狗只看了他一眼就迅速退开 这次进屋 训犬师顺手拎上了准备好的航空箱 虽然只要主客都保持情绪稳定 精八就不会大吵大闹 可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他这样淡定 尤其像妈妈的那几位好姐妹 估计下次来了也依旧会害怕 针对这种情况最方便的解决办法 就是教育小狗适应航空箱 有客上门提前把他关进去就好 因为过去八年从没住过笼子 所以训犬师首先往里面扔了块零食 让精八对航空箱产生良好印象 而从对方屁股进去脑袋出来的顺序看 狗狗适应得很快也并不排斥 于是他紧跟着又扔了四五块零食 一直到精八待在里面不愿离开 就试探性地关上龙门 没想小狗还是一声不吭 反倒安安稳稳地趴了下来 看上去非常喜欢这个独属于自己 同时会变出各种美食的小空间 课程最后 训犬师向女主人提出建议 希望她不要因为精八受过伤 就单方面抹杀对方出门散步的权利 其实先前欲录里有一段 是女主抱着小狗下楼遛弯 但真的就是全程抱在怀里舍不得着地 唯一自由活动的时间 是他坐在长椅上休息 这才把狗放下走了几步 可惜精八因为长时间不运动 跑着跑着又把脚垫磨出血了 训犬师不是不能理解主人心疼 可对于小狗来说散步不仅是游戏 也是发泄压力平缓情绪的重要途径 他给精八换上一根长绳 没有选择人类的散步路线 而是尽量往草坪或者泥土附近走 同时也没有限制速度 完全放任狗狗在附近探索 和同类交换气味 神奇的是小狗反馈非常好 他表情很开心 步伐也很轻快 也许现在主人把狗抱起来 会发现爪子又磨破了 但其实精八并不会在乎 他在全身心地享受这场散步 就算已经八岁了 就算身体有些不舒服 也不耽误狗狗那颗向往外界的心 大概一周后 节目组又来做了回访 这次开门依旧是狗头掀出来 不过精八只是挨个确认过味道 就扭头走了 灵星叫上几嗓子也没什么威慑力 反倒听起来更像是打招呼 这一周里女主人也坚持每天遛狗 不会走得很快也不会走得很远 只要观察到步伐慢下来就回家 而散步后的最大改善 是他发现狗狗的情绪稳定了太多 以前一点小事都容易爆发 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老老实实趴着 有人陪就出来玩 没人陪就在航空箱里 终于变成了正常小狗的样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位女主人是节目里第一位 大概也是最后一位抓狗尾巴的 因为我是真的没有见过这种操作 我感觉从技师开始 第一次摸到小狗就被妈妈告知过 绝对绝对不可以抓狗尾巴 本身就是敏感部位还那么用力 真就完全不考虑狗的感受啊 而且都八年了这金巴也是挺倒霉的 本身全种就有基因病 后天养得还不好 外加上主人外行的照顾 只希望她余下日子能快乐点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